2020年12月17号嫦娥5号从月球带回1731克月壤 这些月壤中蕴含着丰富的太空信息 现在首批17.4764克月壤样品正式移交给13家国内科研机构 科学家们终于可以近距离地和月壤面对面了 那么珍贵的月球土特产怎么分 分土后如何用 我们来看报道 通过周眼看到的月壤就像黑色的沙土 但颗粒更细并且干燥没有水分 但是在显微镜下看到的月壤 不仅有了色彩形状也各不相同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月球岩石 就原来应该是玄武岩 它崩解以后 有的东西还是保持它原有的矿物的组合特性 还有一些矿物的话 它已经就是变成了单矿物 13号500毫克月壤粉末样品 抵达了中山大学 研究团队负责人表示 嫦娥5号样品 蕴含了关于月球地质演化历史的重要信息 我们将在前任研究的基础上 与国内外合作伙伴一起 分析月壤样品中的撞击玻璃 尝试了解月球上的撞击过程和撞击历史 如果我们在样品中能有所新的发现 相信会对了解行星移居性演化提供新的视角 13号200毫克月球样品 抵达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科学学院 接下来团队将会对月壤的结构 组成和成分展开研究 以此认识月球的岩浆过程和月曼演化历史 我们第一方面的内容就是要研究 复杂月壤的一个精细的结构和组成 第二方面的工作我们是想研究月壤的一个平均组成 第三方面的工作就是我们准备挑选一些大颗粒来做一些激光原味的一些测试 进入来理解它微观上的这个化学组成 然后来理解月球的一个长期演化过程 我们这次申请了200毫克样品 预计损耗50毫克样品 所以我们损耗的部分可能就不用还了 然后剩余的150毫克我们会返还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这次也获得了500毫克宝贵的月壤样品 再次的话我们是一共申请到了500毫克的月球样品 我们会研究太阳风轻注入月壤 因为它注入月壤之后 它会跟月壤中的氧发生作用形成水 我们知道月球上实际上是有水的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个方式 也想来研究月球水的这样一个起源 跟太阳风是很相关的 感谢观看